欧阳娜娜顶着新二代的光环 在演艺圈可以说是闯得相当不错 她据悉靠着多档中国众艺真人秀 半年就可赚进新台币三亿 而为了海捞人民币 她时常表态爱国之心 没想到最近却传出人气不负遗忘 在中国的评价雪崩是暴跌 最近网路上就有一支影片 在讨论欧阳娜娜的崩坏史 博主凤凰说 从三个层面去分析 她是怎么从年少成名的大提琴美少女 变成观众眼中茶味满满的崩坏女星 第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浮夸演技 2016年她和陈雪崩合作《演女衣》时 就被以浮夸的表情不自然的声音评 说演技超级尴尬 不过当时大家谅解她还是一个新人 直到后来娜娜到真人秀演员的诞生 不止演技真的不行 连台词也都说不好 再来播主还批她和男性互动没有分寸 不是跳上去爆就是狂蹭撒娇 搞小妹妹人设到处认干哥哥 而且每拍一部戏就能闹出一个绯闻 之后发单曲又爆出抄袭争议 被博主很批描演技没有作品 靠着趁男生吵绯闻拍广告和代言赚钱 意外引来好多人的赞同